除一,伯古优斯士女,作与班主以上垂木沉思,深色环绕着陈设各种器物的多宝格。多宝格上摆放的各种瓷器,如冯如瑶慈己,狼瑶红六僧茂虎,以及青铜菇,玉叉平等,均为康熙至雍正时期最盛行的陈氏器物,具有典型的皇家的富贵器派。 这些器物不仅增添了画面的真实性,也映衬出是女伯古亚丸的归中情趣。 除二,立持如意是女手持如意,立于庭院内赏花。 足离处繁花似锦,花团锦簇。 画家着重突出蓝紫、粉、白、红等各色牡丹。 牡丹亦荣荣华丽,香味冬裕,而被称作百花之王,并成为吉祥富贵,繁荣昌盛的象征,结合女子手中所持的主雕灵芝如意,蕴含了富贵如意的美好温望。 图三,持表对局势女手持精美的发廊表,坐于书案旁。 桌上瓶中插有菊花,点名了时值八月时节。 菊花清高典雅,是秋季重要的观赏花卉,被赋予兼真、益寿等含义,同时又以其肃性优雅的自然美,而成为女性的头饰或趋势的点缀品。 背景墙面上,悬挂着明代东奇昌的诗句。 不远处喜爱上的西洋天文仪器,与女子手中的发廊表,表明西洋物件,已建为宫中时尚。 图四,以踏关却室内侍女协议踏上,把玩的何必连环,室蔓喜鹊名叫喳喳,女子目视喜鹊,不觉入神。 画家意在表现更去春来,女子观赏喜鹊时的愉悦心境,但却不自觉地,将宫中女子精神空虚,估计压抑的心情溢于画面。 被评上书满了寿字,虽有其寿延延之意,却也不抵只献鸳鸯不献先的期盼。 竹母,竹下缝衣清风徐徐,红竹咬夜,甚与琴与女红,在竹光下行真走现。 女红包括纺织、刺绣、缝纫等,古代隶属于衡量女子似德、妇德、妇言、妇宫、妇容中的妇宫,是评价女子品行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。 因此,女子们无论贫富贵贱,均以善与红为能视。 自图中女子兰指青烟,针线穿行,低眉落幕,若有所思。 名床外一只红色的蝙蝠,飞舞在翠竹间,红浮将至的吉祥寓意,巧妙的蕴含在图画之中。 图六,一门关竹庭院中花草竹石满目,并摆放着香蓝、月记等各色很紧,争其斗艳,以恶弱的姿态,点缀出俏丽的景致。 侍女一门观望着满园春色,举指间似乎流露着淡淡的探春情怀。 图七,轰炉观雪侍女临窗而坐,惊鲜赏美,观雪赏眉。 户外翠竹披霜带雪,欲寒布雕,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 白色烂眉,则以万花赶向雪中积,移树独行天下春的风韵,尽情绽放。 梅花不仅是著名的观赏花,若以花分五半,而拥有五幅花的美称,被人们用以寓意幸福、长寿、吉祥。 图妈,同一品茶侍女手持薄纱完善,坐于茂密的梧桐树下进行品茶。 茶饮员是一种日常饮食行为,由于品茶乐道的盛行,而成为历昭文年世大夫中的风亚知识,逐渐提高了茶的境界。 图中月亮门内,有一妃妻苗心书架,满含的书籍,不仅为画面增添了儒雅的书香气息,而且与侍女手中的茶具相互映衬,表现出宫中女子的文化修养。 图九,美人展出樱桃口小柳妖枝,携一春风半懒时,一种心情肺消险,相边欲展又凝思。 图时,囚装对境是女身着囚装,腰细玉佩,一手搭云暖裸玉寒,一手持同性,神情专注的对境自赏,但西流光安竹房的无奈之情一余眉间。 画中背景是一幅墨迹酣畅的秦草体七颜式画轴,落款为破尘居士体,破尘居士是雍正皇帝被雍新王时自取的雅号,表示自以清心寡欲,不温容辱功名的志趣。 图十一,脚下上叠户外浮石玲珑,采叠起舞,圈草寒芳。 室内侍女手持葫芦立安静思。 此画描绘的虽然是侍女夏日休闲的情景,表达的却是起身贵子的吉祥意愿。 宣草,又名忘忧,陆聪。 草木即为妇女怀孕,配起花必生男,因此,她已有助于孕妇生子,又有一男宣之美誉。 葫芦,属于生命地旺盛的多子植物,常被用以玉白子之意。 画家巧妙地将宣草与葫芦汇与实册,掌中,既增加了画面的观赏性,又蕴含了仇子的深意。 图十二,脸珠关包侍女于圆窗前端坐,轻易捉按,一手咸雅地脸着脸珠,正观赏两只细细蛮蛮皮的猫咪。 此图的取景面很小,仅透过二分之一的圆窗,来刻画繁复的景致,但由于画家采用了西洋画的焦点透视法,将远、中、近三景安排的有条布纹,从而扩展了画面空间的纵深感,显得意欲悠长。 窗下钟声滴打,近处猫咪软闹,时光便在这四有四五中悄悄流逝。 继续